9月9月选多名体育日报消息,博格包在1月份离开曼联成为可能,因为他的经纪人拉伊奥拉在12月份就会同游文高层会晤,讨论法国人回归斑马军团的问题,而莫里尼奥渴望用位掌秀标,挽留法国人。 但是看起来,法国世界冠军中场,在老特拉夫的球场并不怎么开心,博格包的言论引发争议早在上个赛季,博格包和莫里尼奥就出现了矛盾,虽然牧帅一直在稀释名人,表示自己和博格包没有问题,但是在接受采访时,法国人却表示,如果我说了什么,可能会遭到俱乐部的罚款,因为对此的解读是。 博格包在暗示,自己和莫里尼奥的确有矛盾,继续在接受采访时。 博格包也表示,自己不清楚在曼联的未来,现在有很多的议论,关于博格包的未来。 不过这是一样的,我和曼联有合同,目前我的未来在曼彻斯特,我仍然有合同,现在我还在曼联踢球。 但是谁知道,接下来的几个月会发生什么呢? 杜林体预报封面巨细拉伊奥拉很可能在12月份会见尤文CEO马洛塔,明着是讨论小将摩西基恩未来。 实际上他们也要讨论博格包的回归问题,此前,博格包曾经在尤文渡过梦幻岁月,对于一脚豪门,博格包非常有好感。 如果来到尤文,博格包可以和C罗联手,两人的存在可以帮助班马军团冲击欧冠冠军,而两人都曾经在曼联有提球尽力。 有趣的是,在小组赛阶段,博格包代表曼联对阵老东加尤文,而C罗代表尤文对阵老东加曼联,按照欧组联的最新规定,在小组赛代表一支球队驻站欧冠的球队,如果在东窗转会的话, 那么在新球队可以得到注册,也就是说,如果博格包在一月份重返邮文,他可以代表老妇人驻站欧冠赛场,按照英国美日邮报的说法,在上个月曼联输给布莱顿后,博格包就曾经告诉队友,他希望离开曼联,而莫里尼奥是图将队长秀标给予法国人,以便尝试修复和博格包的关系,因为两人眼下非常紧张, 在转会市场上,博格包是绝对的香波波,巴萨和巴黎都渴望先下他,至于在接受采访时,提克和苏亚雷斯都指出,渴望博格包可以来到诺坎普球场,但是相信离开曼联的话,法国人的首秀还是有完。 能处理一下,问一尝试修复和博格包,会自私其你在乎 aver看笑了 亚 estre見面是信息的声明行行行行行行。。你 tässä机里 有门的勝出在 Providence中里, 建访翼 queste相手上存在几乎四过多30公里,需要对还有是生能力的基本身体并 clicking就位ít脞观赛者和确 players lange, 除了没有你的选干一检手上可以自己带det,那么我不建访翼反正和插非常好 quickly,